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台湾的小伙子是大老远的跑到了少林来练功 我们这就走进了河南嵩山的少林寺 来看看他到底学了些什么 罪拳 铁头弓 少林拳法 这些都是少林武功的镇山之宝 他的发源地传说就在这里 少林寺自古一直是武侠小说明最崇拜的地方 不过在千年古刹的光环之下 最让外界感到神秘莫测的要算是高深的武学了 为了揭开少林武功的精髓 我们特别走访了河南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位于河南郑州的登峰市 登峰并不大 但是因为少林寺而声名大造 走进市区 不单有以少林命名的街道 连观光酒宴也都有以少林为名的 而且满街都找得到少林武术学校 在少林寺附近就有66间少林学校 多达两万名学生在这里学少林功夫 来到少林寺门口的两只石狮子 还有几棵古生树都看得出少林寺的幽远历史 少林寺它建于北魏太河19年 公元495年 是当时的孝文帝为了安顿印度过来的高僧拔驼而衣衫披荐的 因这个寺院坐落在少石山的茂密丛林当中而得名少林寺 古书曰少林者少世之林也 这是寺院名称的由来 相传释迦牟尼佛第28代弟子达摩祖师 在公元527年到达松山 看到这里群山环抱 山色壮丽 佛业兴旺 认为这是一块难得的佛门净土 于是就把少林寺作为道场传法 它面壁九年之后 创立了中国禅宗和少林功夫 从此达摩变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 少林寺也变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 也是武林圣地 之所以少林寺可以一千多年以来兴盛不衰 揪去原因两个字 禅武并举而门明寒内外 少林寺的威名也吸引不少老外来学少林功夫 少林武术因为当年少林僧人拟救唐太宗有功 得到既往开来的推广 这个寺内的练功房就可以看出专印 清端上有一个各陷落的角窝为历代武僧席鲁 席武儿陷落下的站桩坑一共有四十八个 数一数会发现有四十八个 并且排列错落有致横竖乘航乘牌 体现少林功夫的特点 地上的地砖都因为少林武僧长期练功而凹陷下去了 才看到这儿就听说四里的武僧已经在大厅恭候我们了 我们立刻打醒十二分精神赶去会面 结果出乎意料 借待我们的武僧不但斯文而且还相当客气 说起来原来少林武僧团当初来台湾表演的时候 这位武僧也曾经上过我们东森电视 看到我们还格外的亲切 面对外界对于少林武功的种种神秘传言 武僧失声智笑的说 那是小说把少林武功艺术化的 武术是武术 小说是小说 小说是美化武术的 一种手法 金勇先生不会功夫 但他写的小说非常好看 他是设想幻想 好像想象人会飞起来 哪样能飞起来 我们这个奥运会就不用跳高了 虽然否认少林武术能够飞檐走地 但是看到后头的武胜两个字 还是可以让人感受到少林武学的崇高地位 至于为什么要练功 施胜智说 这是武僧的功课 主要是练意志练品德 奥妙在于首先是锻炼一个人的意志 因为人管别人很好管 管自己都不容易的 那么锻炼身体 特别练武是给肉体的抗 因为特难受的动作 那练功夫是 比如说拔筋 踢腿 翻空翻 是常人做不到的动作 他要去做到 并且做到非常完美 看上去非常好看 那就会飞出很多歇汗的 不是看他打拳很轻松 那都是练出来的 所以他对武学时间锻炼一个人的意志 再一个 他也是通过这样锻炼一个人的德 你要是人没有德的话 他也练不出来 他急躁 他光想走捷径 所以人家一个是 也像部门说修身养性一般 为了进一步了解少林功夫 我们随着这群武僧 来到他们平时练功的地方 少林最拳 少林虎拳 虽然只是露了一两手 不过还是看得出少林武僧们 日积月累的硬底子 瞧 这位小沙民 猴拳已经耍得有声有色 今年才11岁的他 来少林已经有六个年头了 当初为什么没选外面的少林的学校 而选择在少林寺里面来学舞 因为少林 少林这边 要发扬少林武僧 我刚刚看你打那个喉拳打得不错 那练多久 练了 也许是害羞 小沙迷不善言语 不过 从他手上刺的忍字来看 学少林功夫想要学到家 可要拖好几层题呢 从这一朝一世 鼓鼓声微的气势来看 都让我们明白 什么是台上一分钟 以下十年功了 外头也是满满的一群人 在操场练功 场面相当的壮观 不过 这可不是少林寺的武僧 而是少林武术学校的学生们在练功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他们都是自费来学功夫的 一年学费要一千八百块人民币 而且生活还相当辛苦 吃饭就玩 吃饭就玩 然后他们喝茶 这个是什么 这个茶水 除了本地学生 国外学生也不少 问起来 他们的感觉只有一个字 这里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学生 乔大汉流满面拉心练功的就知道他也相当的辛苦 不过他说就是因为台湾都是升学主义 所以他选择来少林练武 好好真功夫 来这边多久了 来这个学校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当初怎么会想要来少林这边来学功夫呢 少林来这里学功夫 兴趣 兴趣啊 少林四那部电影电视 那里的人练武都看出来非常好看 我就有了这个学武的打算 说起来少林学校也越开越多 少林四的武僧相当不以为然 他们相信只有少林四才是最正宗 这边跟那个外面的少林学校的差别 差别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习武和考体育都讲究这个体能和心态 在体能技术相当的时候就比这个心理素质 那么他们修习佛法本身就在修习心态 这就是所谓的武术的心思 听了少林四的说法 武术学校也有话说 咱们这武术学校出自于少林四嘛 现在这个少林四里边呢 他们都要火上了 火上联工还是 它现在不太公开了 咱们是属于少林的武术的学校 培养的就是文武的 文武兼修的 咱们跟那是很接近的 其实咱们现在出自的这种有些动作 就是在少林四北电里边的动作都很接近的 很一样 看来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了 不过少林武僧告诉我们 习武精神守重凶行强身 而且他们还是和尚僧人 而武术学校学生学武呢 未来不是禁体育学校 就是当大陆武警或者是保全人员 这些武校学生也非常尊敬少林武僧 据说平时比赛的时候都还要到少林寺里面烧香拜拜 功夫高低各凭本领 少林武学原本就是源自一家嘛 不过到底谁正宗两天武术动作比一比 各位看官相信您心中自然有数 博大精神的少林武术在台湾也有传人了 博大精神的少林武术在台湾也有传人了 说他为是第32代的弟子 赐给他法号是士行英 也是台湾第一人取得了少林正宗弟子的身份 他说要把少林的产武精神在台湾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ksiagan spec 死亚剧场 пост会 瞧 resul这种 과 saw 我们ktor辈猜上的他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肖川毅深感责任重大 在民国78年回台湾成立 松山少林寺达摩祖师会台湾总会 弘扬少林寺禅武精神 这尊达摩祖师是我这个师父 德禅大法师他本身在供养的这个佛祖 他经过好几次的这个灾难 比如说明初的时候 这个军阀石友山他带兵到那个少林寺去破坏 然后驾着我师父拿这个枪头 打我师父打到这个膀胱破裂 然后把他关在这个少林寺的茶房 那利用这半夜 半夜下雪 12月天下雪的时候 就把这个祖书 还有一些药书 全套的这个书籍 能拿的就背着就跑到山上去 然后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再一次的洗礼 他都把他保护住 现在这尊达摩祖师像 被肖川义迎回台湾公奉 成了正会之宝 不过这二十年间 学禅习武之路并不好走 曾经遭遇三次严苛的魔好 刚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力不从心 那么那个阶段你会很不想念 那么当你进入到这个真正武术的境界以后 那么到某一个层次 你会会遇到第二次的魔考 这个魔考就是说 你想要突破 但是没办法突破的时候 你会感觉有一种心灰意能的感觉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说 如果你经济产生压力 工作上有压力的话 那么你连动都不想动 这是第三次的这个魔考 一定有的 权益有成的肖川义还名列中外少林武术名人 以及少林武僧制当中的归一弟子 说到少林武术 肖川义认为目前的中国大陆跟台湾并不相同 在中国大陆的武术有断层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断层 那么到近代 他们所发展的达的武术 因为我们没有断层 为了促进两岸武术交流 他曾经多次率领学生 组团到松山少林寺 参加国际武术比赛 而且屡创佳机 被少林寺武术协会评为优秀武术团长 并评为少林寺男权武段教练员 是第一个取得这项殊荣的台湾人 目前肖川义白天用少林武德传统民俗疗法 为民众调养身体 而傍晚教授少林武术禅功 他说学习禅武没有年龄限制 就像他的学员们 部分男女因才失教 63岁的王英俊练武半年 他说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身体可比以前还要健康 人也变得很有精神 因为禅功 气功 武功 这种困难之后 感觉我们利用这种保护 跟这个意念 跟这个打卫 用动作来带动我们的呼吸量 让我们这个细胞 可以用细胞保护去 这就有很大的效应 所以说身体感觉我们真健康 精神真好 另外一位学员认为 武术可以健身 禅学可以开拓心灵 启发智慧 导致我们进入更超科的境界 学这个还可以健身 防身 同时他这边 师傅这边还有 那个禅宗的理念 也不错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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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心向我们平静 走入会馆 一排排的兵器映入眼帘 这些都是肖川义的收藏 将近一百件的刀枪剑棍 包罗了十八般兵器 其中有台湾的 也有大陆的 朝代从明朝到近代都有 这些是青铁有一个南枪 南枪的兵器 我们一般叫做外枪 它这是外枪的外枪 这是補充的 它的作用是非常丹凉的兵器 这个是打脈球的 这一块